你叹叹叹,大家好,我是Niana Parvidia 今天分享一下关于在师傅空间做圆满的一个速度和深度 真的比自己线下做的要好太多,也快太多了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来参加师傅的三级课程 之前一段时间,我父母关系圆满这一块有比较大的一个进展 但是我还是残留有对他们的一些愤怒 和一些自己的一些受害者模式 我在毛丰心师兄主持的那个真言讨论下就流露出来 然后我就跟师傅发愿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师傅说我会照顾好 然后8月11号的这次答案 我自己感受的能量是非常强的 就是笑得嘴都放不下来 然后放松的话嘴巴会越笑越大 然后这个空间实在是太喜悦了 然后带着这个超高的能量场和师傅的空间 我去上一个课程,然后刚好我妈妈也在 然后课程有个环节就是牵着陌生人的同学的那个手 来感受连接 然后我在内在的空间 因为刚刚参加大选,全是师傅的能量和空间 我就感觉每个人都这么好 每个人都这么棒,他们都是Paramciva 我也是Paramciva 他们就眼睛里面放光一样 一直盯着他们,把他们都盯得不好意思 那放原先的话,我是那个不好意思的 眼神东飘细飘的,不敢就盯着一个人的 然后很多同学说,好久不见你 怎么这么绽放了 跟原先不一样了 然后我在课上确实是主动去讲台上去跳三支舞 那放原先,那我是坐在脚落不吭声的那个 全身是刺猬 那个刺猬状的刺 你们别来别来惹我 我跟你们告不来 这种一个状态 就跟现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就感谢这段时间在师傅空间的一个成长 然后课程中有一个环节 就是上讲台上跳舞 然后我妈妈也上来了,我也上来了 然后我看着其他同学在跳舞 我以师傅的一个空间和能量 望着我们妈妈 看她一眼,她就开始掉眼泪 然后我们两个就相互拥抱 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我一瞬间让自己回到了小时候 一直渴望的在妈妈的怀里撒娇 妈妈的怀里诉说委屈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哭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妈妈边哭边主动埋在我的那个肩膀上就说 这一段时间 就是小时候是我对不起你们儿女 是我束缚了你们的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真诚 那我就哭得更凶了 然后我一直抱着她 就感觉 感觉这个对她的那个愤怒和那个不圆满 就一瞬间拿掉了很多 然后我觉得我要担起这个责任 就是圆满这段关系的责任 对父母的这个仇恨 就是瞬间没了 然后还有第三天有一个环节 就是拉着妈妈的手 拉着一个学员的手 把她当作是妈妈或者是爸爸 然后说问她 我是如果我是一个前提条件 你还爱我吗 我就问我妈妈 一直想问的 如果我是个女孩 不是男孩子 你还爱我吗 我妈妈说爱 我只要你是我的孩子 妈妈都爱你 就说了好多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问句 然后妈妈都边哭边边说会爱 你是我的孩子呀 我都爱你的 然后我们边抱着边边埋头痛哭 老师都那个已经结束了 同学坐下来 我们两个站在讲台上还在哭 然后我述说了 我一直压抑的心里 对她的一些很久就想说的话 说我原先小时候去食柴火 去捡一些去帮忙啊 然后去讨好你 我都是怕 我心里好害怕你们会把我送走 然后妈妈就哭得更凶 然后我们沟通交流的时间之后 就慢慢地平静下来 就是对她的一个不圆满 又很快又被拿走 所以我就非常感叹师父的空间 和师父的教学 然后还有中午 中午我们有一个财富圆满的课程 其实其他的也都会圆满 然后在师父的这个空能量的加持下 那个空间 这个课程 也是非常棒 我很快就能够出来情绪 很快就能在骂的帮助下 找到我的根源 能帮我理清的一些内在形象 还有那个SDHD模式的一些反馈 自我剖析 越剖析越想剖析 所以这个课程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